家中的毛孩呢可能渐渐的步入高龄了 除了生理上的变化之外 也可以通过日常的一些行为来发现 毛孩其实跟人一样会出现老年失智的症状 一般毛孩大概会在12岁左右会出现失智的现象 虽然初期不太容易发现 但是随着时间呢就会越来越明显 常见的症状有在家中走来走去迷失方向 站在原地发呆很长的时间 不听从平常的指令甚至叫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还会随地大小便半夜会突然吠觉 吃很多却反而变瘦等等 那我们要如何照顾失智症毛孩 首先你千万一定要有耐心 不能责骂他们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无法控制的 另外呢当毛孩年纪越来越大 家里的空间也必须要改变的更加友善 例如呢地板不可以太滑 要增加家具防护的保护等等 最后呢就是给予陪伴 毛孩老了可能会不想动 可是这时候如果没有活动 反而会加速老化 因此可以多陪他们出去散散步啊 晒晒太阳 增加火力 保持良好的心情 我也建议呢可以帮毛孩补充正确的营养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